各位学员大家好 首先欢迎各位 再来到我的课堂上 在这个新的一个单元里头 那么我将来说明 这一个架构设计 到代码 然后我们要来做 几个不同的主题的一个演练 让你从EIT的造型 能够对应到这个代码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EIT它就是基类子类 跟接口的结构 它可以对应到代码 所以大家都很了解 这个EIT的造型之后 就可以应用EIT来 当成一个基本的组件 来思考架构设计 因此呢 未来就很容易的 从架构设计 能够推返到这个代码 就不用再担心 这个架构设计呢 无法 这个没办法呢 漏地成为代码 这个遗粒呢 就可以消除 那在这个整个单元里头 我们首先再来复习上次上一回 所提到过的这个强龙地头舌的分工模式 然后呢 我们再会详细的让你 在深刻的领悟 架构师 到底怎么思考的 怎么思考的 那在架构师的思考 把不同的需求 把月主的需求 把月子来之前跟之后的需求呢 切分成两种知识 然后分别呢 放进去基类跟子类 那这个是属于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 用EIT来思考 这个架构师的 工作 但是 这个EIT的术语 一般的老板 一般的经理 可能听不懂 因此呢 我们就用 另外一个术语 大家就比较能够听得懂 框架 就是一种平台 一种平台 那也就是我们EIT里头的 一 EIT里头的 那这个插件 就是T 那再用更简单的比喻 这个平台呢 就等于 相当于 周面 这个T 就相当于 周角 相当于周角 所以我们用框架 跟插件 来做 比较通俗的讲解 其实插件就是T 框架呢 就是E and I OK 那么做框架 是强龙的工作 做插件是D头舍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了解 了解 他们的分工 那除了 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要特别 在帮各位 说明 除了插件之外 还衍生出一个新的术语 叫做配件 叫做配件 OK 那了解了 这个框架 插件跟配件 那 我们就可以 来 做实际的代码的NM 让各位 能够 实际上 看看代码 怎么来落实 这个EIT的造型 跟我们的 分工 以及我们的 框架 插件的一种 开发 所以这里是在 衔接上一节的 强龙 地头舍的分工模式 只是让各位 在 这一个 做更深刻的认识而已 所以我们再回到 西游记 的强龙 不压地头舍 就是 地头舍有地头舍的 角色 跟利益 所以 全世界的AP开发者 有他的角色 跟利益 Google 苹果 等等的 强龙 有他的利益 跟角色 所以 不压地头舍的意思就是 强龙 不抢地头舍的利益 强龙 甚至 创造机会 给地头舍 来赚钱 这叫做强龙 不压地头舍 那相对上 强龙是 主人 那么 地头舍只不过是外包者 也就是强龙 自己做 E跟I 然后把T 委托 地头舍来 做街包的动作 所以强龙 做地头舍 做这个 E跟I 然后 把T 外包给地头舍 然后 因为强龙 有架构师 架构师设计了这个接口 来让这个外包商来遵循 所以 外包之后 而生产的T 因为接口 是架构师决定的 那么外包商写T的时候 会依照这个接口 而去设计它的T 所以确保 这个T 可以跟 这个DMI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叫做 外包而不失控 这叫 强龙 不亚地头舍 是来自 这个西游记的 也就是创造出 这个强龙跟地头舍 两个都能够 互相 合作 分工合作 然后 各自获得它的利益 的一个双赢的商业模式 那接下来 了解这个分工之后 那架构师的任务就很重要了 好 架构师如果 没有设计的好 那么 这个I出不来 那 E跟T 就合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车子来看 强龙的架构师 是E型 EIT造型 把它分出 E I 跟T 三种要素 也就是 这个 E E I T 就是这个 三种要素 那这就是架构师呢 脑筋里头 有EIT的造型 所以就把这个一部车子 把它分成三个 要素 一个是引擎 一个是接口 一个是轮胎 那么就产品上映的意义来讲 为什么要有T呢 为什么要有T呢 我们现在能够认知到 T的因素是什么 其实T 我们也知道 T跟买主有关 买主的知识 买主的知识 买主的知识有关 为什么买主呢 跟地面有关呢 在这里 我们再回到汽车 因为 有的买主 要在沙滩上跑 有的买主买车 要在 要在沙滩上跑 有的买主呢 要在街道上跑 有的买主呢 要在山上跑 所以 沙滩的地 跟街道上的地 跟山上的地 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在沙滩上 你要胖胖的轮胎 在街道上 那么 你要的是一般的 千块形的轮胎 那么 在山上雪地 里跑的 还要加铁链 那个沟魂要比较深的 这种轮胎 所以 因为 地形而不同 就因为买主 要把车子用在的 场合不同 所以造成地形不同 所以买主 的不同 买主的不同 导致地面的不同 因此 T要来 包容这种变化 也就是说 因为买主不同 而情境有变化 那 因买主而不同 所以地面有变化 因为地面的不同 所以轮胎要 抽换 所以T 要能够 以不断的换T 来应付 来包容 来容纳 地面的变化 也就是 不断的换轮胎 抽换轮胎 来包容 地面的变化 来包容 买主 需求的 变化 因此呢 既然轮胎 可以抽换 因此呢 引擎 引擎跟接口 就可以适用在 不同的场合 因此呢 引擎跟接口 就变成 通用性的 通用于 各种平台 所以 因为 抽换的 轮胎 所以让引擎就适用在 沙滩 街道 跟高山 也就是 抽换的轮胎 创造了引擎的跨平台 创造了引擎的跨平台 所以分工的模式 就是架构师 做EIT的设计 依照EIT 把它分成EI跟T 然后 强龙做E跟I 地头蛇 做T或者是 配上T 地头蛇的任务 所以 强龙掌控了EI 外包就不会失控 所以 在这个 从生产面上面来看 强龙 掌握了整个 生产的供应链 外包 不失控 在系统面呢 强龙 掌握的是引擎 引擎透过 接口 来 带动轮胎 所以引擎是 控制点 所以接口 掌握在强龙手中 控制点 也掌握在强龙手中 所以 它才 叫做强龙 所以 强龙 掌握的接口 它 控制的生产面 强龙掌握了E 控制的系统 的一个 关键点 也就是控制点 它可以来控制T 在系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我们 刚刚提到过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 EIT 但是 EIT 在过于 这个专利性 是属于架构师在谈的 或者开发者在谈的 但是对于 老板跟经理 他就 不是很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就用 框架 跟插件 来 透过另一种 术语 来表达 同样的概念 就是 EIT 的概念 所以 商业的用词 就是框架 跟插件 那什么叫做框架呢 就是 E 跟I 就是框架 那么 刚刚有提到过 在系统面上面 E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控制点 它透过I 来驱动这个T 那么 框架里头也有I 所以它能够 确保 分工 而不失控 所以 强隆掌握的是框架 也就是E跟I 英文叫 Framework Framework 那么T 相对上 就叫做插件 插件 框架 就等于桌面 插件 插件 就等于桌角 所以 我们也是一样 分工 架构师呢 做EIT的设计 强隆做空架 地头蛇 配插件 配插件 就这样简单的 用商业的术语 来做收明 现在 我们来 详细说明 这个强隆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 强隆工作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过了 强隆就是做E跟I A就是做框架 那么框架的时间点在这里 买族来的 之前 要开发框架 然后 买族来了之后 再配插件 配插件T 所以 买族来之前 是 强隆的工作 买族来之后 是 地头蛇的工作 在肯德基里头 买族来之前 是厨师的工作 买族来之后 买族来之后 怎么做和 是属于 前台的 工读生 小弟小妹的工作 我们再拿实际的 软件的例子 强隆做 框架 也就是粉丛色的部分 这是G G类 加I 这就指1 G类就是1 加I 这个就是 强隆 做的事情 所以在Android里头 平台他已经提供你 这个Thread的G类 以及Runnerable这个接口 因此这就构成了 框架 就是这个部分 是框架的部分 这个部分 是 T跟App的部分 那么在 SurfaceView 这SurfaceView的类 G类里头 含有一个叫SurfaceHolder 一个小的类 那这个都是属于 1的部分 那么在Android里头又定义一个SurfaceHolder.callback 的接口 这是I 所以这是强隆的工作 做的是I跟I 这个部分 也就是框架 也就是框架的部分 这个部分 属于框架的部分 这部分 属于App的部分 所以了解的这个强隆的工作 带来看看地头舍的工作 地头舍的工作呢 就是配插件 所以配的Task 把这个子类 配上去 把子类配上去 在写 在写子类的时候 一定要去满足 这个I的要求 叫做实现 这个 这一口I 一定要满足它 OK 这就是 子类 也就是地头舍 配这个插件 那一样的 在SurfaceView来讲 那我们 地头舍要写 这个 买Render 那他去实现 这个 这一口I 这一口I 那这个T 就是 I的实现类 I的实现类 I 的 I的实现类 那么 接下来 我们来 做一个很重要的 气氛 这是一般人 大家比较不注意的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说明 这个T 这个插件 是 从哪里来 他常常跟配件 息息相关的 OK 息息相关 那我们来 拿Android的例子 来让你理解 什么叫插件跟配件 大家都知道SurfaceView 就是 做 屏幕的 影像投射 这个屏幕的投射 在屏幕上 在屏幕上 就是 把这一个 图像 把它投射在 屏幕上 这个是SurfaceView的工作 但是 这个投射的 这个影像呢 我们要投射 我们要投射些什么 要 投射的是 影像 但是影像要从哪里来 从摄像头来 所以 这叫做 传送影像到这里 传送影像 从 从 镇 拍到的 这一个 影像 把它送到 SurfaceView 把它投射在 屏幕上 就是这个动作 OK 所以呢 这个 镇 它的 角色 叫做配件 叫配件 但是两者怎么把它组合起来 记得配件是 买组的选择 买组选择 要从CAMERA 来提供影像 然后投射在 这个手机的 屏幕上 那买组选择了之后呢 那 地头蛇就要写插件 所以这是 App 开发者写的 写插件做什么呢 写插件把 CAMERA 跟SurfaceView 这两个 把它组合起来 把它组合起来 对不对 那组合的做法 就写一个T 去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 因为这是 E I T EIT 所以T 是为了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那组合的方法 怎么组合呢 就这样子 因为SurfaceView 他会去缓冲区里头 订出 这个画图的 Buffer缓冲区 那这个Buffer呢 有一个名字叫Surface 或叫做画布 画布 画图的画布 所以他会把这个Surface呢 传过来 传给他 再把它传给他 那他的任务 就再把它传给他 因此呢 Camera就可以把影像 画在画布上了 画在画布上 那这样就联起来了 我再说一遍 在SurfaceView 他会 去 电脑的 内存里头 去议定 这个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是用来 储存影像的 然后这个缓冲区呢 又称为叫Surface 或者是叫做画布 然后呢 这个Surface会把画布呢 传达下来 透过I 再传达给 T 在T呢 会再传达给 Camera Camera就可以 把影像 送到Surface 送到SurfaceView里头 那为什么 要有App进来呢 因为时间点不同 因为在买组还没有来之前 可以先做E跟I 但是在做E跟I的时候 因为买组还没有来 所以 还不知道买组选择是Camera 因此 买组选择了之后 要有App开发者 来做 组合的动作 来做组合的动作 那这就是Android 的一个 在写 这个 摄像头的应用程序的时候 的一个标准的写法 标准的写法 好啦因为 这个买组 不同 选择的不一样 现在有一个 新的买组 有一个新的买组 他选择的配件 不是摄像头了 而是 在 这一个 重症病房 或者是加户病房 里头的仪器 他想把 加户病房上面的 新电图 等等的仪器 把它 显现在 投射在 这个 手机的 屏幕上 那因为买组的不同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个配件不同 那配件不同 要把 这个 配件 跟这个 Service View 组合在一起 把它加起来 必须要 通过插件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 这一个 强隆的平台写在先 框架写在先 第2个 买组来了 选择配件在 第2 接下来 第3 App才把 这两个合起来 因为 在写App 的时候 已经知道 这个 仪器了 所以 由他来 跟他对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做法也是一样 Service View 会回传 他的画布 再把画布 传给他 他再把画布传给他 因此 这个仪器 就可以把医疗的影像跟信息 即使投射在 Service View上 所以 这样子的配件 因买组而改变 插件 也因买组而抽换 就造成了 也创造的 框架的 一个 多用性 也就框架的同用性 就这样创造出来的 那这也是 Android的 标准写法 那我们 再来看一个 实际的代码 所以Android里头 框架写的Activity 那么 他也提供一个media player 这是 这样 这一个 买组来选择的 所以 买组来的才选择 我要用media player 来播放 这个 MP4 所以 这一个写在先 买组来的选择 在后 之后呢 App开发者 要写一个 T 来把它 两边 衔接起来 两边衔接起来 那这个 就是Android的 标准写法 这media player是 已经准备好的 很多很多配件 很多配件 那 因为买组会选择配件 所以 App开发者 写 T 来 衔接配件 那因为T 又跟E跟I 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 就可以 整个创建起来的 整个创建起来 那 因为 会用media player来播放的这个Android的代码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只是透过 大家很熟悉的代码 来 反推 来告诉你 这个插件是什么 配件是什么 E跟I是什么 那 这样子你就很容易 从你的 软件的开发 Android的开发者 倒过来 去想 背后的 设计的哲理 跟设计的术语 就是 框架 插件 跟配件 它的 真正的深刻的意义 是什么 那我们再来看稍微 复杂一点 也是一样 这个Activity 是强龙写的 这个 配件也是强龙准备的 所以这两者都是强龙生产的 但是 是由买主来选择的 这要理解 这一个 要特别 media player 也是 这一个 强龙 生产的 但是 是买主 选择的 强龙生产的 这是Android的 在Google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好 然后让买主来选择 所以第1个 是 框架开发在先 包括的是 E 跟I 包括的是配件 包括的是配件 OK 批好了 然后 第2个动作是买主来了 去选择配件 选择配件 选择配件之后 第3则 AP开发者 再写插件 让它组合起来 但是插件 是由这边 当成一个T 但是 里头可能 还会有 其他辅助性的 这个类 比如说 MP3 Prayer 这个就是 在 APP 这个整体 就是我们所谓的APP开发 就是让它 能够 在插件的部分 能够做得更完美 功能做得更多 就能够把它组合得更完美 把这两边组合起来 好 那我们就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先 休息一下 待会 我们就 真的来练习 这个 从EIT 到代码 OK 谢谢各位 Eg 由于 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